可以進來嗎 可以嗎 好 情節的問候 三位穿著紅色背心的婦人是來自宜蘭縣大同鄉 韓西部落的志工媽媽們 無論是幫行動不便的老人打掃 屋內外環境 居家燙房 貼心的問候都是這些志工媽媽們 每天無私的付出 然後去的時候就沒辦法當要去護健 三位志工媽媽認真地幫行動不便的老人按摩 除了按摩之外還要陪老人聊聊天 讓老人們的內心都溫暖了起來 有時候老人家看不到志工媽媽們 還會想念他們 會想念就是或者打電話 然後如果說去那個部落去找他 去找他們什麼時候會來整理這樣 他們都會講什麼時候什麼時候來整理 很開心也很謝謝他們 51歲的李淑明原本從事護士 也擔任過學校社團部落大學的舞蹈老師 但最後選擇回到自己的部落 教導老人跳舞 在教導老人跳舞的過程當中 才發現老人的需要 剛開始就跟他們先做一個聊天 因為了解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教他們跳舞以後 我就想說要老人家出來 是讓他們忘記他們的環擾 因為很多都是在 像年紀大的老人 都躲在家裡 我想說帶他們出來做健康的運動 也不會得幼鬱症 同樣是志工媽媽的張庄桃香 僅年紀十三歲 雖然年過半百照樣發揮愛心不落人 我做這個是很開心 真的 還是對我自己的身體也是很 幫自己很好 這很快樂 一樣啦 在家裡也是我們自己 要做家裡的時間 那到別的家裡也是一樣的工作 所以我們部分是說很苦 怎麼樣 只是快樂就好 志工媽媽們從事老人居住要關懷服務 已經有七年的時間 這樣愛心的付出與關懷 也慢慢感染部落內更多的族人 一起投入志工的行列 希望部落需要幫助的老人家 都能感受到溫暖 這次是阿里夫 伊蘭大同採訪報道